下面这个立体呢 我们要由函数的图形来判断极限值是什么 在这里函数f的值 我们用y来代表 我们看立体a 当x趋近于负4 从负4的右手边逼近的时候 f的值趋近于什么呢 从右手边逼近负4的时候 x的值也许是负3 负3.1 负3.2 负3.3 负3.4 负3.5 负3.6 负3.7 负3.8 负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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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4.99 函数的值我们看到 它越来越往上走 趋近于2 它有没有等于2呢 y没有等于2 但是y非常非常的 接近2 虽然x在负4这个地方 是没有定义的 但是 那个跟我们的极限值 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只希望知道 x趋近于负4的时候 函数的值 趋近于什么 所以我们说 函数的值 趋近于2 好 那我们现在看立体b 当x趋近于4 从4的右手边 逼近的时候 我们看到函数的图形 怎么样 越来越往上走 好 比如说x 从5 到4.9 4.8 4.7 4.6 4.5 4.3 4.2 4.1 4.01 4.00 0.001 x非常非常非常 靠近4 从右边 非常非常靠近4的时候 y的值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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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这个虚线 无限的往上延伸 但是y的值 并没有趋近于 某一个时数 它是越来越大的 好 所以我们说 这个右手边的极限值 是不存在的 在4的右手边的极限值 是不存在的 好 我们观察到 当x趋近于4的时候 右手边的极限值 不存在 那左手边的极限值呢 立体c 我们要求 x趋近于4 从4的左手边 逼近的时候 我们看到 函数的值怎么样 越来越靠近3 好 比如说 x从3 到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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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x 当x越来越靠近4的时候 函数的值 是越来越靠近3的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等于3 没有等于3 当x等于4的时候 函数是定义在2的地方 这一个蓝色的这一点 但是函数定义在哪里 跟我们的极限值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在乎的是 当x从左边 非常非常接近4的时候 函数的值非常非常接近什么 函数的值是非常非常接近3的 所以我们说极限值等于3 跟他定义在哪里 是没有关系的 好我们看立体D 刚刚立体B跟C 我们看到 x曲近4的左极值跟右极值 一个是不存在 一个是3 那么现在立体D 问我们说 x曲近4的时候 函数的极限值 我们说函数的极限值不存在 函数极限值要存在的话 左右极值一定相等 而且等于某一个实数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立体E 当x曲近2的时候 函数的值曲近于什么呢 好这里我们必须判断 左右极值 当x曲近于2 从2的右手边逼近的时候 好 比如说x是3 2.9 2.8 2.7 2.6 2.5 2.4 2.3 2.1 2.00 0.001 x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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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2 从2的右边逼近2的时候 y的值 慢慢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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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靠近2 是不是 好 从右边逼近的时候 函数的值是趋近于2的 从左边逼近的时候呢 函数的值也是趋近于2的 所以左右的极值是相等的 都等于2 所以我们说 这个函数当x曲近于2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是等于2 我们也发现 当x等于2的时候 函数是定义成1的 函数的值是等于1 但是这个函数的值 定义在哪里 跟我们的极限值是没有关系的 当x趋近于2的时候 函数的值是趋近于2的 而不是趋近于1 从图形的两边来看 y的值是趋近于2的 好 我们现在看立体f 当x趋近于0的时候 同样的我们也从0的左右 几值来判断 当x越来越靠近0 从0的右手边逼近的时候 函数的值是趋近于2的 当x趋近于0 从0的左手边逼近的时候 函数的值也是趋近于2的 那么我们说 因为左右极值等于2 所以x趋近于0的时候 函数的极限值就等于2 这里我们也发现 当x等于0的时候 函数的值是等于2 但是函数的值等于2 跟我们的极限值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不在乎x等于0的时候 函数的值等于什么 我们在乎是 我们要求的是 x趋近于0的时候 函数的值趋近于什么 函数的值是趋近于2的 不管 在0的地方有没有定义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立体g 立体g 这里要求我们去 求函数 在4的地方的 函数值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 当x等于4的时候 函数的值是等于多少 好 是不是等于2 好 这里他要我们 求的前面我也说过 好 f 在4的地方 的值 跟我们 x趋近于4 的极限值 是没有关系的 好 我们比较 立体d 跟立体g 好 在4的地方 函数值等于2 但是x趋近于4的时候 函数的极限值是不存在的 好 这个立体到此为止 好 下面这个立体呢 我们要从函数的图形上 来判断 极限值是什么 立体abc 我们将讨论在0 这个地方的极限值 立体defg 我们将讨论在2 这个地方的极限值 好 那我们在观察图形的时候 请你跟着我的滑鼠 的方向走 好 现在我们来看立体a 当x趋近于0 从0的左手边 逼近的时候 我们看图形 从0的左手边 慢慢慢慢慢慢 沿着图形 靠近0的时候 y的值 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趋近于什么 趋近于负1的 所以 当x趋近于0 从0的左手边 逼近0的时候 y的值 是趋近于负1的 这时候 我们说 函数在0的 左击值 是等于负1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右手边的极限值 立体b 当x趋近于0 从0的右手边 逼近0的时候 我们沿着图形 y的值 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好 所以x趋近于0 从0的右手边 逼近的时候 y的值是趋近于 什么 负2的 这时候我们说 函数在0这个地方的 右击值 等于负2 好 从a跟b 我们可以看出来 函数的左极值 负1和右极值 负2 是不相等的两个数 所以 我们可以下个结论 说 当x趋近于0的时候 函数的极限值 不存在 好 现在我们来看立体b 当x趋近于2 从2的左手边 逼近的时候 我们沿着图形 从2的左边 慢慢慢慢慢慢靠近2 那这时候 y的值呢 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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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 趋近于什么 趋近于2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说 当x趋近于2 从2的左手边 逼近的时候 函数的值是 趋近于2的 也就是函数的 在2的左极值 等于2 那么我们先来看 在2这个地方的右极值 立体e 我们观察图形 当x趋近于2 从2的右手边 逼近的时候 函数的值 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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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的值是 趋近于0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说 函数 就在2这个地方的右极值 等于0 那在2这个地方的极限值呢 我们说它不存在 因为左极值2和右极值0 是不相等的 好 那现在我们来注意一件事情 在0和2这两个地方 我们发现 左极值和右极值 单边的极限值都是存在的 -1-2 2-0 都是存在的数 所以单边极限值是存在的 所以单边极限值是存在的 但是在0和2这两个地方 当x趋近于0跟趋近于2的时候 我们说函数的极限值不存在 好 这是因为左右极值不相等 好 那这个题目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我们来看立体G 当x等于2的时候 函数的值是等于1的 也就是说 在2这个地方函数 是有定义的 函数的值等于1 那我们回过头来 看x等于0这个地方 函数也是有定义的 在0这个地方的函数只是-1 好 那在0跟在2 好 这函数都是有定义的 但是这个跟我们求极限值 是没有关系的 虽然它在这两个地方 都是有定义的 但是 我们说 当x趋近于0或趋近于2的时候 极限值是不存在的 所以 我们知道函数 在0跟2有没有定义 或定义在哪里 它的值是什么 跟我们的极限值 是没有关系的 好 这一题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